工程失踪当中 师姐他们都来这边带活动 然后这边的传统 这边很热闹 阔别太平国中将近九年 当时的工地伙伴苏学正 重回这所学校 仿佛也把时光拉回当年 慈祭人在工地带动手语的情景 我们都有用上人的进士 去带动他们 还有教他们比手语 手语里面的都很好 我们社会里面的机制也很多好的进士 清新的工地文化有慈祭人文 还有高品质 高环保 高安全的三高诉求 以及不抽烟 不喝酒 不嚼槟榔的散步运动 一般工地杂乱无章 给人观感很不好 这也会让工地河畔 在不安全的房境下工作 九二一希望工程师千年的大吉 除了要做出高品质的建筑 还要提升工地 菩萨的人文素质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会说奇怪怎么会要求那么多 但是你久了以后 你会觉得不抽烟 不狡辟 不喝酒 对自己本身也是一种很好啊 从不习惯到适应 最后变感动 接触慈祭不到一年的苏学症 加入志工培训 立志做慈祭人 希望工程 工程升退 苏学症的任务却才要开始 对于自己的工地积极推动三步三高 所有工地都叫我们工地 要酒和粉都可以尽量减少就减少 大家的社会 我也是都有交代 大家都有教育意识 都一定都有减少了 林素月同样也是个爱的效应 这是慈祭的希望工程 这是我们的伙伴 我当时也跟他们一样在比烧鱼 当年在太平国中担任工地清扫的林素月 在每天繁琐的工作中 逐渐被慈祭人文柔软了 师兄 师姐他们都会来带烧鱼 那其中有一首歌就是《梅》 它让我觉得很柔和 而且很贴切 因为里面的歌词就是说 我们与人无争 就很平安 青山无所争 福田用心耕 林素月开始跟着慈祭人 参与一次又一次的关怀行动 当时年过四十的她 也决定把短发留长 师姐他们就跟我说 如果我们做慈祭的话 就是必须把头发留长 然后输个包包头这样子 看起来就很壮也很有气质 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没有再去剪法 终于梳起了庄严的包包头 林素月有了使命感 她把职场当作方便道场 开始说慈祭推环保 他就是会收回去 他再给他剩造原料 他在公司做环保的时候 他做得很确实 然后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也可以落实环保这项 七万工程给了孩子们最坚固的学习堡垒 清新的工地文化则是化身成爱的福田 洒下了一个个善种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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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